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台湾资深节目主持人余美人 就不得不提起她大起大落的一生 在进入演艺圈之前 余美人曾是一名补教老师 还曾和英文补教天后徐薇在统一间补习班教过书 后来凭借精辟的文笔成为畅销书作家 更因口条清晰被挖掘进军演艺圈 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当家主持人 余美人本名余云杰 出生于1965年3月3日台北市人 台湾广播及电视节目名主持人 名嘴 畅销书作家 亲切热忱 妙语如珠的主持风格 使她广受各界欢迎 由于经常在节目中介绍瘦身 生机饮食等健康主题 并身体力行 因此她成为健康生活的最佳代言人 余美人曾荣获台湾十大职场 杰出女性第一名的殊荣 意为台湾少数能同时跨足广播 电视 出版界均拥有顶尖表现的知名艺人 余美人此前晚间在社交平台发文 近日住院开刀 检查发现她的肾结石高达108颗 需要接受手术完全清除结石 她形容 自己的左肾就是梁山伯 藏了108条好汉 医师还特别做一张丸实清除证书给她 证书上非常用心地印出她108颗丸时 内容也相当有趣 余美人表示 手术员订两个半小时结束 她却开了近6小时 原来是她在麻醉中苏醒 不断尖叫且非常崩溃 让她非常不好意思 不敢承认那是自己 最后她非常感谢她的医师及护理师 这次手术经验 让她结交了更年轻的朋友 不仅是余美人自己身体不好 她的孩子也患上了怪病 据悉 余美人的儿子Max 罹患罕病非典型红彩炎 自体免疫系统攻击 一只眼睛接近全忙 去年暑假搬过来和妈妈住 余美人为舅子月烧数万 尝试各种疗法 据自由电子报报道 余美人经纪人套路 Max的病主要攻击眼睛 有一只眼睛对光没有反应 治疗是希望她不要继续恶化 让另一只眼睛不要受影响 余美人为了舅子到处讨教上节目的名医 也飞到美国 日本向朋友求救 月烧数万尝试各种疗法 后来Max靠着针灸 服药和医院疗法都管齐下 在搬回来的第三个月时 居然对光源有了反应 让余美人喜极而泣 据悉 Max的眼睛也受到心理状况影响 余美人要儿子别给自己太多压力 只要健健康康长大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 20岁以后就是自己的人生 不过Max接下来前往瑞士念餐饮馆里 一周有两至三天要看中医的他 可能得尝试其他方法 余美人也正在为儿子安排 据悉 余美人后来为儿子的病 只要工作有空的 就带着他世界道除非求名医医治 求儿子病变不要更严重 他很相信宫庙 哪里灵他就败到哪 儿子生病让很多粉丝担心他的经济状况 其实余美人是有自己的理财知道的 之前余美人在直播中曝光自己的闺房 而网友看到他的房间都惊呼 竟然有文账 余美人目前住在台北市中山区的90多坪豪宅 市值2.51元 每月房贷约30多万元 除了这间自住的豪宅 余美人原本还拥有那壶元大之星 百瓶豪宅两户 去年8月他以3亿元卖出 比照2012年砸2.5亿元买下17楼 18楼共两户 入手价约1瓶80万元 4年以后1亿瓶97万元卖出 获利近6000万元 扣到税金 实际进账4000多万元 晚了一年买房 直接损失一台兵力 据三立新闻报道 台北市内湖57指标豪宅 元大之星屋林6年 近年吸引许多名人质产 包括艺人徐乃林 知名主持人余美人等 但两人都在2017年6月 出托豪宅 大赚数千万元 不过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11楼邻居卖屋 却惨赔1950万元 根据内政部实家网揭露信息 北市内湖知名豪宅 元大之星顶楼楼中楼 去年以3亿元出售给 上桂乔威科技法人大股东 卖家就是知名主持人余美人 若对照当初预售时 买进价格近2.43亿元 豪宅出售让余美人账面上 大赚近6000万元 换算每平房价109万元 因以法人名义出售房子 扣除相关税费后 推估获利仍超过4000万元 在事业领域发光发热的余美人 私人生活却没有那么顺利 与前夫王维伦 曾维持长达16年的婚姻 却在2013年爆出婚变 消息在各大新闻台 吵得沸沸扬扬 双方原生家庭指控家暴 互相叫马 申请保护令 抢孩子 种种如八点当的剧情 天天在全台湾人的电视中上演 余美人和王维伦 终于签下离婚写一书 也结束这场 搞得人尽皆知的离婚闹剧 但事实上 她的婚姻状况 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出问题了 在离婚前 她就曾在节目中透露 自己已经十年没有和公婆往来 起因是 她在2003年时 曾经和公婆起争执 其料对方经不顾她的感受 开口批评她没有父亲教养 让她从此无法释怀 余美人谈言 过去在2003年时 婆婆曾经因为出国不小心摔伤而打石膏 后来拆掉石膏后 骨头又再次裂掉 导致公公非常心疼 于是就把怒气发泄到她身上 认为是她执意要求婆婆拆掉的 她当下赶紧距离力争 结果公公居然口无遮拦 跑去跟她老公说 我不会跟你太太计较 反正她从小就没有父亲教养 这瞬间惹怒了她 表示 虽然自己从小生长于单亲家庭 但妈妈独自养大三个小孩的辛苦 她都看在眼里 实在无法接受被公公这样批评 因此 从那次之后 余美人就不再和公婆来往了 就连过年吃围炉也不再回去 然而 如今随着时间推移 她回想起就等往事时 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她觉得 自己婚姻失败的最大主因 就是在节目上公开爆料 和公婆之间的争执 不仅用词过于激烈 内容也不太恰当 导致公婆夹在中间很难做人 甚至因此买下心结 最终在她离婚时一下子大爆发 整个夫家都群起踏法 让她后悔莫及 我知道我错了 经历婚变后的余美人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她发现 造成婚姻裂痕的其中一个原因 或许在于她的控制欲太强 余美人曾出书分享 离婚后因情绪抑郁 且出现失眠 心悸等相关生理症状 于是她去看精神科 一是听完余美人诉说自己的故事 点出余美人事事追求完美 奋发向上 做事很明快 非常有节奏感的人格特质 但如果有人不按照她的方法来做 她就会感到很不舒服 这些特质若过头了的话 我们称为强迫型人格 精神科医师的一番话 让余美人恍然大悟 想起以前有一次和前夫出门吃饭 两人都点了牛肉面 她指示老公一定要换成炒饭 万一牛肉面不好吃 我们还有炒饭可以吃 其实不只是与前夫相处如此 离婚之后 许多朋友才跟余美人说 其实从以前就觉得和余美人相处很困难 与前夫的分离 让余美人再次认识了别人眼中的自己 也让她学会更加柔软 并且强迫自己多旅行 在紧凑的生活中 还是要把时间把步调放慢下来 今年接受媒体访问时 余美人透露 以后再也不会结婚了 在离婚后 余美人也曾经想重新找一个人依靠 但随着时间过去 余美人的想法逐渐改变 自己当初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摆脱牵绊 如今活得自在 已不想再踏入婚姻 对于照顾儿女 余美人可说是尽心尽力 但反过来却不对儿女有一样的期待 她认为 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把一个孩子从小栽培 为的就是让她以后能有更好的人生 所以 如果我在自己最后的十年 要绑住她最精华的十年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如果老了失智 需要人照顾 余美人的想法又是什么 她毫不考虑地回答 我一定自己进照护机构 余美人感叹地表示 许多父母都认为 儿女有责任照顾父母到晚年 更多人把安养院和抛弃 划上等号 却被意识到 儿女并不是专业照顾者 很多老人家是子女照顾不当 才受伤的 因此不如让专业机构去照护 孩子能加倍幸福 对父母就是最好的报答 余美人也呼吁所有父母 别再用情绪勒索孩子 因为没有爱的孝顺 只是一种枷锁 我们都应该找到 让彼此更自由的方式 从中年开始等死 追求永恒的生命 余美人曾跟女儿说 将来我去世后 要在殡仪馆最大的警航厅办告别室 女儿开玩笑说 你确定到时候有那么多人来吗 她也交代孩子 祭拜我时要用鼎太风的炒饭 而且要加酱油 据说人早了吃东西是用闻的 酱油是中菜中的醍醐味 不要省那三十元 人生的路 谁不是死路一条 从出生后就在倒数 有限的生命终究会结束 如果能多做些善事 让别人念想着你 活在别人的记忆里 这才是永恒的生命 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 但孩子的家却不是父母的家 孩子无论何时回家 父母永远为他敞开家门 但孩子成家立业后 父母拜访是要提前先跟孩子说的 我认为 了解这个现实不该难过 而是要看破 不要以长期以来的观念捆绑 余美人一向认为 应该死前把钱花光 一毛不留给孩子 这样多自在 这个年代父母难为 把孩子抚养长大已经够了 没有亏欠子女什么 孩子成年后 每一分钱都靠自己赚 他吃起牛排多有滋味 孩子成年了就让他独立 父母应该将剩下的财产 时间和心力留给自己 打理好自己 为自己做好打算 将来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才是最踏实的 可以给晚辈小钱 但不要给大钱 与其死后留财产给儿孙 不如在儿孙回来探望 或者儿孙过生日时包个红包 代表长辈对晚辈的祝福 皆大欢喜 而且保证常常有人回来 这年代的孩子也很辛苦 父母为自己做好打算 孩子才有机会孝顺他们 自主才是人生下半场 过得幸福的关键 总之 还是希望愚昧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 可以早日重新遇到自己的另一半 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您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